武漢肺炎肆虐欧洲 法国宣布进入流行病第三阶段 病毒已在国内快速密集扩散中 目前法国境内死亡人数近百人 国会有16名政治人物染疫 包括文化部长李斯特 法国先前已禁止人数破百的群聚集会 同时关闭全国学校 日前总理菲利普再度宣布 15号午夜起将无限期关闭餐厅 酒吧 电影院等非必要商家 但食品店 药局 银行及政府机构将持续营业 大众运输系统也会持续运作 维持民众基本生活机能 菲利普表示 法国民众必须牺牲在咖啡厅 餐厅的生活习惯 保持社会距离 不过当地15号的全国市长选举 还是如期举行 引发国内争议 而欧洲疫情严重度仅次于意大利的西班牙 也紧急宣布全国4700万人口部分封锁15天 几乎等同全国全面封城 西班牙总理桑杰氏表示 除非外出购买食物 药品或在医院工作 所有人必须待在家中 不过就在总理桑杰氏发表全国电视演说 没多久后 总理夫人葛梅兹就爆出武汉肺炎检测阳性反应 成为继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夫人苏菲后 全球第二个第一家庭出现确诊病例 欧洲疫情如火如荼 亚洲部分 日本国会为防堵疫情最近完成修法 赋予政府公布紧急状态宣言的法源依据 最长将实施两年的限时措施 不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 现阶段还不到宣布紧急状态的时机 WHOが今週パンデミックを宣言しましたが 人口1万人当たりの感染者数を比べると 我が国は0.06人にとどまっており 韓国中国のほかイタリアをはじめ 欧州では13カ国 イランなど中東三カ国よりも 少ないレベルに抑えられることができています 安倍指出 日本确诊者已知有八成属于轻症 重症病患则近半数恢复健康 对日本经济极为重要的东京奥运 安倍强调会如期举行 奥运圣火预计20号抵达日本 26号从福岛出发传递 他将前往福岛 见证圣火接力起跑 庄舍综合报道